复原行管期的第一个周末 马六甲迎来不少外州游客前来观光 让这座古城顿时恢复生气 话是这么说 不过呢也有旅游业者坦言 尽管人潮在线 生意额却没有明显增长 估计要到下个星期夜市重开 再加上父亲节才能稍稍带动当地的旅游业 是的 那因为大部分的游客都只是到马六甲一日游 因此呢民宿业也难以回温 那复原行管期的第一个周末 生意才稍稍增长了一成 来到马六甲之后呢 少不了的肯定是要在荷兰红屋拍照打卡 然后再走到对面的机场街来走走逛逛了 那正如你所看到的呢 复原行管令的第一个周末呢 古城是渐渐恢复了些许生气 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外州游客呢 来到这里走走散散心的了 不过呢要到15号 这里的夜市才能恢复营业 因此呢这里的业者都估计 要等到下个星期夜市重开 再加上有这个父亲节双重刺激 才能让他们的生意恢复元气 毕竟毕竟这个才是第一个星期嘛 有可能到下个星期才再看状况 因为下星期父亲节啊 有可能全部都会在会有更多回乡潮啊 来毛甲逛逛啊走走这样啊 他是说6月15号嘛 所以要看之后看凉了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下个星期才是比较多人 这个我希望啊 希望会 当然是希望比较多人 敢讲了哈 对 因为这么这个疫情这么久啊 人家的消费能力多少都有影响啊 所以看啊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过来消费 人潮不一定代表生意 放宽限制之后 业者也很难说得准行情有没有获得改善 但有一点能肯定的就是 疫情之下拼旅游 防疫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几乎每一间旅游商店和餐厅的入口处 都备好温度计 My Sejatra QR图码 纸笔和搓手页 让每一名顾客登记消毒 无意间这也让许多店外排起长长人龙 My Sejatra 好啊 至少安心嘛 虽然是有点麻烦啊 不过我觉得这样不错啊 至少我们用餐什么都好 都比较放心一点 不用说觉得有什么不妥啊 吃到不安心这样 由于复原行管令上路的首个周末没有廉价 许多民众都只是到古城一日游 走走吃吃就回城继续开工 因此民宿业也难以在这段期间回闻 马六甲民宿业者无见反坦言 6月10号开始 他的确接获不少咨询 但入住的人不多 即便大搞半价优惠 生意也只是危涨一成 来帮衬他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客户 他预计民宿业和旅游业在这两个月之内都无法热起来 所以他只好把希望都记在年尾长假 那在这段期间我看到的话 在这个可能这两三个月的话 希望还是不是很大 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期 但是如果来到年尾10月11 12月的话 我希望这个复苏的一个状况可以保持热门 所以是希望11 12月可以让我们大家 包括所有的民宿经营者可以看到一个曙光 不只是民宿业 大部分旅游业者都觉得 只要疫情一天还未散去 旅游产业就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 而要让一切恢复如前 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完全放款 不要有MCO这个字 什么PPKP后面的R也好 什么C也好都不要 完全解放了 然后大家要有自力 讲坦白都是人要自力一点 自己就是有生病不要外出 自己良好体温 如果每个人做到的话 一切真的会恢复正常的 虽然2020大马旅游年 因为疫情关系而临时寒卡 但旅游业者都抱着 舒少当营的心态 咬牙经营 只盼疫情尽早散去 还大家一个正常安心的旅游环境 八度空间 与伟健马六角报道 最后的确定 ストロー 但是这个 然后我们在阶迷 我